HELLO 大家好 我是世紀11大灣區的KIKI 今天KIKI帶大家來到西部中心新城的金灣片區 看一個澳元的項目 就是澳元天越灣 天越灣所處的位置相當帥氣 在金灣航空新城 橫琴置貿區 還有奔海商貿區三大區域的中間身位置 很棒的 你想想一個樓盤可以享受三大版法的配套 是否超棒呢 重點是什麼 它的價錢還在這三大區域的樓盤最低 我們馬上去看看 現在來到澳元天越灣的手樓處 這個就是沖哥 HELLO 你好 然後有沖哥為我們介紹這個樓盤 麻煩你 好 不用 這邊 我們現在看到整個珠海的區域圖 以及越南大灣區的城市分布圖 我們整體來說 我們可以看右下角這個細圖 珠海是唯一跟香港以及澳門六條相連的一個城市 所以說它整個珠海也非常好發展的機會 因為整個越南大灣區來說 廣州、深圳、珠海都是大家看到這個城市 OK 我們看回我們的整個珠海、整個城市的規劃圖 珠海來說主要分為三大版塊 香州、環琴、二陸西部城區 我們先了解一下香州 香州來說它是老城區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 土地和人口都比較飽和 它現在感覺它的樓價基本是四萬多五萬多了 所以政府又沒有太多可用的地塊 所以它整體的中心是和西區這邊支援的 金灣這邊也是叫城市的補中心 我們再了解一下環琴 環琴作為一個國家級的自貿區來說 它整體的發展是非常不錯的 它現在包括金融、離岸金融島、二十四社通關的口額 還有長龍、海融、王國 包括中心這邊都打造一個科技研發的 好像粵澳、中越、產業園等 但這邊所有的註冊已經超過六萬間了 以後提高的集約崗位都會超過三十萬 帶來龐大的就業的同學肯定有規註 環琴整體規註的用地只有百分之百左右 房價已經去到五萬到六萬了 政府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它可以建立一個金海大橋 金海大橋在2018年年底開始動工的 現在意計是明顯就會通車的 通車之後在環琴過來澳元天月灣的話 只需要15分左右 一條資格差兩倍以上的價位 所以澳元天月灣為什麼從開盤到現在 一直迷到非常火爆的原因 因為從這裏過去上班 這邊生活非常方便 回到金海大橋這個片區 主要來說 它就是一個城市的副中心 澳元天月灣所處於這個位置 它是一個三個片區的融合處 通過金海大橋連接藥環及 前面就是我們的奔麗商務區 往前六到七公里就是航空省城片區 澳元天月灣處於三大片區的融合處 同時是金海大橋和航河大橋雙橋頭堡的一個位置 以及五分鐘左右有輕軌 十分鐘左右有機場 所以請到交通網絡來說 是非常發達的 項目周邊包括醫食住行的話 如果考慮到學區的話 有海華小學、金海華中學 金海外國學校以及廣東山實驗高中 都是目前現有的學校來的 學區培套都是非常完善的 醫療呢 廣東山人民醫院 全國的三間醫院 目前都是體育使用的 步行200米左右 是有金海岸市場 往前面一個路口有文化中心 包括800米左右 還有崩台場羅 金湖室內公園等等 周邊配套非常完善的 最後一個可以理解一下性價比 澳元天月灣 它目前整個機場東路 性價比是最高的 賣是211-222左右 橫琴間先說到 5萬-6萬 航空新城包括中心湖湖 賣是3萬-3萬-4萬 靠近北一場東路賣是2萬-6萬-7萬 裡面少許賣是2萬-3萬-4萬 所以整體一對比 這邊整個性價比是非常高的 重點來了 那我們這裡賣多少錢呢 211-22萬左右 明白 然後我還想問到一個問題 對於我們港澳的朋友來說 他們是通過哪一條路過來 和一個需時大概多久呢 OK 剛才說到那個航河大橋 它就是上一年12月份通車的了 航河大橋呢 它是連接整個 港澳大橋的西弦線的 如果是香港過來 人工島直接坐車全程高速過來 只需要20分鐘左右 在人工島的香港的話 大概是30分鐘左右 全程一個小時都不到的 好 明白了 好了 阿聰哥已經把我們整個交通路網 和這個性價比 已經說得非常清晰和詳盡了 好 接下來我們移步到沙盆那邊 跟我們說一下這個樓盆內在的 OK 這邊請 OK 我們現在看到的 就是我們澳園天月灣的整體沙盆模型 我們現在 我急功不止到這裡 就是我們的手部位置 位置項目的北邊 整個項目來說 那邊是南邊 那邊是東邊 那邊是西邊 整個項目都是坐北向南的 可以看到了 整個小區是分兩期開發的 這邊呢 我們一期的產品 總共呢 18棟樓都是17層高的 那二期呢 是4棟碟墟和2棟高層 暫時是未開售的 那我們主要賣的是一期這邊的產品 那我們現在來說的話 可以看到我們現在主要賣的是 4號樓 4號樓的產品呢 都是板式樓 什麼叫板式樓呢 就是說它是一字排開 前後沒有遮擋 對 每一戶都是南北通的 那麼我們邊戶這裡呢 它就是96方的 三房兩廳兩位 中間兩個呢 就是88方的 可以做到三房兩廳一位 那麼邊戶這邊呢 它是3加1的 小的4房 哦 4房 即是一百多了 是108的 OK 是不是還有一個更加大的單位 嗯 還有更加大的單位呢 就是128的 五號樓這邊還有少量的剩餘的貨員 嗯 可能目前現在 它因為大積的話 它其實賣得都不錯的 好 明白 OK 我想問回我們整個項目規模 究竟有多大呢 其實整個小區呢 它是兩期開發的 總佔地面積呢 是8.5萬方的 總佔面是18.8萬的 整個小區容積率呢 只有1.6 六佛率都可以高達8.35%的 那麼住起來呢 是非常舒服的 因為我剛才說到 它每一層都是17層高的 所以說它是一個低密度的高端小區 關於車位配備方面又怎樣呢 車位呢 都是1比1的 都是地下停車位 都是滿足1比1的 嗯 然後想問回周邊的一個配套 剛剛你也有說過 是嗎 我想問回我們自己項目內在的一些配套 又有哪些呢 那麼小區配套呢 它是這樣的 整體呢 目前小區木外面 它有3500平的小月街 往裡面走呢 它是一個下沉式的運動會所來的 那麼五六洞前面呢 它還會有一個泳池 十洞 十一洞前面呢 就是休閒廣場了 那麼十二洞前面呢 它會帶一個籃球場 小區整體會配套一個環形跑道的 那麼基本上小區的配置都是非常之完善的 好明白了 那麼我們就現在移步上去看這個示範單位吧 OK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